您的下肢为什么会变色? 下肢的颜色变化通常是由于受伤或疾病导致 一旦发现需要及时就医 以确保整确诊断和及时治疗 下肢颜色变化最常见的原因可能包括 动脉疾病、静脉疾病、皮肤病、糖尿病、细菌感染、跌打创伤 此视频将专注于由血管疾病引起的下肢颜色变化 动脉血液将氧气从心脏输送到身体的所有部位 如果腿部动脉阻塞会造成肌肉经脉失氧以致萎弱 而下肢表面变化包括皮肤干燥、表皮萎缩、肤色苍白、毛发脱落 腿部时常变得冷并有脚痛感 如果腿和足部的颜色突然变得清白 则可能是下肢急性缺血的现象 动脉突发阻塞切断血液的供应 这种病症伴随着腿或脚部的寒冷和剧烈脚痛 是一种需要紧急医疗的状况 如果腿部呈现紫色、灰色或黑色 则表示是外周血管疾病的中末期 这通常是由于动脉周样硬化 导致动脉慢性阻塞 如不及时解决 最终结果是下肢坏剧 这通常会导致节肢 作为挽救患者生命的最后手段 再将氧气输送到身体各部位之后 静脉起则不同但同样重要的作用 就是将血液崩回心脏 而静脉伴膜则防止血液倒流 如果这些伴膜失效 则会发生静脉回流 由于血液无法崩回心脏 它们积聚在下肢 导致静脉内压增加 而产生肾流现象 长期下来腿部会呈现暗红变色 此病症通常伴有小腿肿脏 皮肤搔痒、增厚或静脉曲张 如果小腿变红 还伴有肿脏、温热感和疼痛 那么您可能有生静脉血栓形成 这是在静脉中形成的血淋块 可导致肺酸塞 是一种在肺部内可危及生命的血淋块 如果您的腿逐渐变色 请及时就医找出病因 根据不同病因 有些病情延迟治治疗 可能导致节肢或死亡 有关下肢颜色变化的其他病例原因 请留意我们关于此主题的其他视频